今天是2月5号 也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农民节 头份施工所以及我们头份农会 还有我们头份市民代表会 一起举办了农民节的庆典活动 当然一定是要来先获奖的农民们 来给他最热烈的掌声 因为有他们的付出 我们大家才可以丰衣足食 那也由于近几年我们的气候不好 也直接影响到我们农民农产品的 成长还有就是他的品质上都有受到影响 那当然农民也不屈不脑 用他最精熟的技术 还有就是我们公司一起合作努力 让我们的农产品也在这种天候不加 能够保持他也有一般的甜度 所以技术是非常的成熟 那今天也特别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头份市盛产柑橘 柑橘的话我们每一年也都有是透过农民节 也来请我们的农民把他们所有最优质的橘子拿来比赛 今年有40点 当然比赛我想最重要是可以让我们这些农民的技术去切磋 然后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就是说在制成的过程它可以更加的精进 那在这里今年也特别 因为刚刚也有讲过就是说 我们的气候不佳 今年又是农年 那也特别请了我们联大的学生们 就是说来迎农带了一条最棒的祥农来献热 让我们的头份大家都能够透过这条喜农带来的话 就是说可以祥农献热 风调雨色国泰民安 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农年都可以过个好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